下午的1点51分 现在是台湾鲁川俊协会的理事长蔡英杰 蔡英杰蔡博士在愿解说 2017的肠胃是赖金要预防些什么 二十跟三十 八十几个是 本来就怪是 再来 宵夜 其实宵夜一般我们会讲说 八点以后不要吃饭 基本上这种世代的人很难说 八点也不吃饭 或者不吃东西了 OK 我们要说 变厚一点 九点以后你吃了就算宵夜 你看 吃虾鱼还是二十世代 三十世代吃虾鱼 年纪到四十世代 家庭的生活 家庭的压力 像我现在已经不太可能 在外面吃虾鱼的人 朋友都在外面允许是不可能吃的 那是二十三十世代 他就是在外面吃虾鱼的习惯 很多 再来 重口味 还是一样二十世代 然后红色就是重口味 二十跟三十 这还是比较严重的 然后到四十五世代就掉下来 再来烧烤 这个让我有点惊讶 我一直认为说 二十世代是比较喜欢吃烧烤 有些看到是三十世代的 三十跟二十都是很高的 然后四十世代 然后五十世代就掉下来 其实这个吊堂跟我以前 吊堂是明治的 越到年纪越大 五十岁 那我一直有人讲过 到五十多岁 六十岁的时候 你一看看重生养生 所以通常你会发现到五十六十 它比年轻的世代更健康的 你看这个 那个长到老化的年龄 还是一样是三十四十最高 到五十以上就发现了 你去吊堂才才六十岁 像我这个 我就非常重视养生 我的长到年龄老化些 反正二十跟四十 还是长到年龄 恶化是最重要的 熬夜的习惯 我想这是现在二十世代年轻人 最需要注意的部分 如果我要highline 讲出二十世代的生活 的问题下来 这是最重要的 熬夜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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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眠的时间 睡眠的时间 这边你看 这个五十的 五十的 不足六小时的 五十世代比较多 五十世代的人 他的整个工作的质量越来越重 睡很自然 他当然领域也大了 就晚上不需要那么长的睡 所以他熬夜的状况会多起来 再来 加班的频率 这我们现在 还是三十世代加班是最多的 那五十世代比较少 看起来五十世代的加班比较少 可是 可是 加班的时间 是五十世代比较高 次数少 加班的人 就加班的时间比较少 工作一整 这五十世代蛮可怜 三十二十世代的加班人 多的是 加班的时数比较少 但 这会真理看来 我们要对 对我们的国民 做出只能的故意 那刚才吴医师讲到 二十世代 是四十世代 效果不良 三十世代是 便利 四十世代 五十世代 食育肉 最佳的时间